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不少人专门拜金卖钱 卖的金主要是大臣庙法莲花金 一部是180块 地藏菩萨本云金一部是40块 环游弥陀金三观金等价格不等 买金的人目的是求消灾免难 吉祥平安 求生意兴隆 求发财 求度数进步 求天福天寿 求超度亡灵等 这些卖金的句子 百分之九十九 不会念莲花金 百分之九十以上不会念地藏菩 念这些金 他们的方法是把金摆在桌上 念一句金体拜一拜 念一句金体拜一拜 一直都是这样念 他们把这些金分别 念在金指银指上 然后在佛菩萨面前和亡灵 排位面前分烧 以达到他们想象的效果 这个话说得不错 是他们想象的效果 不是真的效果 所以这话就不要问我了 你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是他们想象的效果 其实呢 其实完全没有处 这是顺义迷信 这个事实在是 也是对佛教造成很大的误会 这个消灾灭难 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修复 修复要十几位人 真正帮助苦难的人 帮助需要帮助人 全心全力去照顾 这个做事对法 对的 这个诵金呢 一定要自己送 别人代替你送 这种道理 如果这个道理能成立 释迦摩尼佛阿弥陀佛 不带我诵金 他就不慈悲了 那我还要诵金吗 我就不要了 你们想想来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金一定要自己念 自己念 自己要懂 自己要依教奉行 才能产生效果 如果自己会念 能懂 不能做不到 还是没有效果 那个效果是你想象当中 效果不是真的 他后头还有一句 清劳法是慈悲 给你开示 他说 卖金的人能到什么真实利益 这个买金的 卖金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 这个台湾江一子就是有一个地域变相图 你们注意看看就想得了 就知道买的卖的都是没有果报 你就想得了 他的地域变相图就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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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